南投县府园辽阔 在生残人士与老年人口的医病方面 多需要傅康巴士的協助 而由于财政困窘 多年来感谢许多爱心人士及公司行号的協助 这次也感谢竹山秀传医院的牵线 和药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散举 南投县因为整个府园太大 所以这些年来 尤其921之后 我们也构置了一些救护车 以及温馨巴士 那在我们的生残人士 一些老人家的医病服务方面 有时候就要靠这些救护车来协助 感谢我们市院长的牵线 让我们要得生物技术公司 有这个机会来牵线两辆我们的救护车 药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有鉴于需要交通接送需求人士越来越多 基于回馈社会的理念 将陆续捐助富康巴士给有需要的机关 而这次也希望能对南投有所帮助 因为我们公司也建议 就是说台湾地区 因为工作还有生病造成的很多的轻度重度的伤害 那衍生了很多的身体肢体的障碍的人士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公司在这一块方面 我们今年的计划大概是会有预计要捐到50多部的一个富康巴士 到台湾地区 那也感谢就是说 像刚刚讲的谢院长 也引荐我们到南投县地方 也介绍南投县地方 我们所以这次呢 希望两台的富康巴士呢 对南投的朋友能有所帮助 南投县的老年人口日益增加 不论是复健就医 都需要富康巴士的接送 意愿罗美龄感谢 药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爱心与善举 药德生物科技公司呢 他们就提供了两部的这个爱心巴士呢 给我们南投县 那一部呢 是捐献给我们南投县政府 另外一部呢 就是献给我们这个新一的这个相公所 那这个爱心呢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肯定 那尤其是南投县 其实我们这个老年人口也是日益增加 那老年人需要到这个医院呢 去做这个复健啊 或者是就医等等 都需要这个爱心巴士的这个接送 那我们非常感激这个 药德生物科技的这个爱心 那再次的代表我们的这个 一个献名呢 感谢和我们这些爱心人士 南投县目前身心障碍者 有34,202人 曾使用富康巴士的身心障碍者 将近3000人 主要为使用轮椅的行动不变者 期盼两辆富康巴士的加入与启用 将造福更多的身心障碍 及老年人口 民意新闻邻家会南投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